台铁也陷入到了迪营 开始在高铁车站卖便当 台铁小铺从昨天开始 在台铁台中站是首卖 那么在高铁就卖出了快500个便当 比台中火车站销量还要好 那么高铁左营站 26号开始也要开卖 为了抓住高铁旅客的位 台铁是端出了人气最高的 怀旧菜饭排骨便当 台铁高铁这个双铁的便当市场 现在是战火延烧到了高铁站区 台铁表示说 这个信心满满的 那么高铁也说自家的便当 车上卖得很好的 不怕台铁来抢客人 不过也有旅客忍不住打去说了 台铁这下子真的是打到高铁来了呢